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你好 您的外卖 谢谢 对了 您有什么爱好吗 爱好 唱歌 画画 谢谢您 你好 你的外卖 谢谢 谢谢 您平时穿衣风格都这么穿 我平时都这么穿 好好 谢谢啊 好 再见 妈 我回来了 好 诚持 你这送外卖 这也太大财小用了吧 妈 你不知道 你别小看这个送外卖的工作 你看这是我收集的资料 你看 上面记载了客户的喜好 有他们的年纪 我计划跟阿东一起 开发一个租医APP 等我能赚到钱了 就把家里的房子给买过来 我就知道我儿子是最棒的 妈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妈 好 谢谢 你快过来 再过来 我回来了 是我说过我不会看 医生 出宠团 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暂时 什么是暂时啊 你的意思还有危险是吧 你说啊 你冷静点 我冷静什么冷静 我告诉你啊 里面躺的是我老婆 你不管怎么样都得给我治 这位家属 请你冷静点 病人的伤已经处理好了 只不过 他的各项指标都很不好 求生意识薄弱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不好说 院长 麻烦问你一下 什么叫求生意识薄弱 就是他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应该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之后 导致他不想面对现实 而产生的潜意识 这段时间很关键 如果病人醒不过来 就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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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上淹没最平静的雨天 省略爱情破碎后的埋怨 太美的细节 还清晰可见 这一次的哭有些难言 于是我熬过绝望的冬天 还是掉进最寒冷的雨夜 承认彼此的亏欠或惦念 再也没有坚定过分的字眼 深情也透过这思念 是你最擅长的那一种缠绵 我又该如何去分别 究竟是谁的不舍不将离别 曾有的那些缺恋 不会只是一转眼 你懂我最后谎言 所以总为你欺骗 幸好有那些遮掩